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健身入门》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营养平衡、构建机体的基础 二、睡眠质量、夜间修复的关键 三、灵活性训练、提升关节活动范围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营养平衡、构建机体的基础 好的,让我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探讨营养平衡这个话题 就像是在品尝一顿由五星级大厨精心准备的多道菜式大餐一样 首先,想象一下你的身体是一座由各种食材建造的宏伟城堡 蛋白质就像是城堡的石砖 它们是构建肌肉、皮肤、头发和其他组织的基本单元 如果你不吃足够的蛋白质 那么你的城堡可能就会像是由一群健忘的石匠建造的 到处都是漏洞和裂缝 然后,我们有碳水化合物 这些是城堡的能量供应线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城堡的居民们就会变得懒洋洋的 没有力气去维护城堡 或者是对付那些试图攻击城堡的敌人 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疾病 脂肪是城堡的保温材料和能量储备库 它们确保城堡在寒冷的冬天保持温暖 并且在食物短缺的时候提供能量 但是,如果你储存了太多的脂肪 那么城堡的居民们可能就会因为走路都要喘气 而变得不那么高效了 维生素和矿物质则是城堡的魔法元素 它们在保持城堡运转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缺乏这些魔法元素 城堡可能就会失去它的光彩 居民们也会变得虚弱和易于生病 水分是城堡的运河系统 它贯穿整个城堡 确保一切都能顺畅运行 没有足够的水 城堡的运河就会干涸 居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这座城堡的统治者 你需要精心规划资源 以确保城堡的稳固和繁荣 这就是营养平衡的艺术 你需要确保你的城堡 得到了所有必须的建材和魔法元素 同时还要避免过度储存能量 以免城堡变得笨重和不堪一击 最后,记住 每座城堡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些城堡可能需要更多的石砖 蛋白质 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更多的魔法元素 维生素和矿物质 了解你的城堡 了解它的需求 然后你就能够为它提供最佳的营养平衡 让它成为一个强大 健康 充满活力的王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睡眠质量 夜间修复的关键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每个人都离不开 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话题 睡眠质量 你们可能会想 教授 我们已经知道 睡眠很重要了 还有什么新鲜的 哦 相信我 关于睡眠的奥秘 就算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仍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探讨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你们知道吗 人类在睡眠上的投资是巨大的 我们大约会花费三分之一的生命在睡梦中 这意味着 如果你活到了90岁 那么有30年 是在打呼噜中度过的 想想看 这是多么宏伟的一项工程 如果睡眠是一家公司 那么 它绝对是市值最高的 因为它的客户群体是全人类 但是 不是所有的睡眠都是高质量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买了一张昂贵的床 却总是辗转反侧 那只床就像是一辆豪华的车 停在车库里 从来没上过路 高质量的睡眠 就像是一场夜间的修复工作 它能让你的身体和大脑 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睡眠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休息 它还有助于巩固记忆 提高免疫力 甚至调节情绪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位无形的医生 每晚都在你的体内寻诊 修复损伤 调整系统 更新细胞 而且 这位医生不收诊经 只要你给他足够的时间和适当的环境 有趣的是 尽管我们都知道睡眠很重要 但现代社会 却充满了诱惑 让我们推迟睡觉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电视剧集 这些都是夜间修复工作的大敌 他们就像是那些在工地上制造噪音的不良分子 让工人们无法安心工作 那么 如何确保我们的夜间修复工作 顺利进行呢 首先 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 就像是给工人们 定下了明确的上下班时间 其次 创造一个安静 舒适的睡眠环境 这就像是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个没有干扰的工作场所 最后 避免在睡前摄入咖啡因和酒精 这就像是告诉工人们 放下你们手中的咖啡和啤酒 是时候认真工作了 总之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夜间修复工作的关键 它不仅能让我们第二天精力充沛 还能让我们的身心得到长期的保养 所以 今晚当你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准备进入梦乡时 记得对自己说 晚安 我的夜间修复工作队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灵活性训练 提升关节活动范围 当然 灵活性训练这个话题 如果不带点幽默 那就像是一场没有调料的盛宴 看似丰富 却索然无味 那么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探讨如何让我们的关节 变得像橡皮筋一样 有弹性吧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大多数人的关节灵活性 大概和中世纪的盔甲 一样僵硬 我们坐在办公桌前 一动不动 仿佛是一尊雕像 只有在必须要去抓遥控器 或者是手机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才会不情愿地 做出一点点伸展 灵活性训练 简单来说 就是一系列 让你的身体 从我宁愿坐着不动 变成我可以像瑜伽大师 一样扭曲的练习 这些训练 可以帮助你提升 关节的活动范围 也就是让你 能够在不发出 压的声音的情况下 把脚抬得更高 或者在捡起 掉在地上的东西时 不至于感觉 像是在进行一项 高难度的体操动作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身体 像是一根干燥的意大利面 那么灵活性训练 就是那个 让你变得柔软 和有弹性的热水 通过一系列的伸展和弯曲 你的身体会逐渐 从那根脆弱的一面 变成一条 能够在风中 自由飘扬的一面 有趣的是 灵活性训练 不仅仅是为了让你 在健身房里显白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你的瑜伽姿势 它实际上 对于减少受伤的风险 提高运动表现 甚至是改善你的日常生活 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想象一下 你能够轻松地弯腰肌鞋带 而不是 每次都要进行一场 小型的战斗 但是 就像任何训练一样 灵活性训练 也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 你不能期望在一夜之间 就能从一个 关节生锈的机器人 变成一个柔软的杂技演员 这需要时间 需要你像培养一棵植物一样 每天都给予它 一点点的关爱和注意 最后 记住 灵活性训练不是比赛 你不需要和别人比较谁的关节 更像橡皮筋 这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 你的目标是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一个能够在没有任何声响的情况下 弯腰 捡起钥匙的自己 所以 让我们开始吧 让那些关节活动起来 让他们知道 他们不是为了 坐着不动而生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以轻松愉快的方式 探讨了营养平衡 睡眠质量和灵活性训练 这三个话题 通过将身体比作一座城堡 睡眠质量 比作夜间修复工作 以及关节灵活性 比作意大利面 我希望能够以幽默的方式 向大家传达重要的健康信息 在营养平衡方面 我们需要确保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脂肪 维生素和矿物质 就像给城堡提供必须的建材和魔法元素一样 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以提供最佳的营养平衡 睡眠质量对于身体的修复和恢复至关重要 它不仅仅是让我们休息的时间 还有助于巩固记忆 提高免疫力和调节情绪 所以让我们创造一个安静 舒适的睡眠环境 尽量避免夜间使用电子设备 为我们的夜间修复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最后 灵活性训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关节活动范围 减少受伤风险 改善日常生活 想象一下 我们能够轻松地弯腰捡起东西 而不是每次都要费劲地弯下腰 所以 让我们耐心和持之以恒地进行灵活性训练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营养平衡 睡眠质量和灵活性训练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经验分享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